高雄市作为国内首个 施行禁邻自治条例的城市 已将公正转型入法 而为了要深化市民朋友 还有社会各界对禁邻公正转型的理解 高雄市政府就在禁邻学院 举办了高雄永续新行动 禁邻公正转型一同前行这样的讲座 会中畅谈高雄禁邻的挑战和意义 还有转型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银行会主委陈伯周表示 这次邀请政府单位学术单位 还有地方代表 共同来探讨高雄市推动的禁邻转型的进展 也深入的交流禁邻转型的过程中 会碰到的冲击和影响 也延伸的来探讨公正转型的议题 期待能够凝聚在地的力量 让高雄迈向永续新城